哈喽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亦南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在湾区的节目 那今天在这个深色场所 今天给大家一些这个深的entertainment 我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Abby 是代表即将来我们湾区现唱的 一个很特别的合唱团 Abby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我是Alby 我是这次元申北加州筹备委员会的一共之一 我只听到元申北加州筹备委员会 反正就是一个元申的合唱团 一个元申同声合唱团 为什么叫元申 元申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音乐学校 那这群小朋友他们一直希望说 有机会可以来美国现场 那这次也 他们干嘛想来美国现场 What's the point 他们的梦想想要出国 他们之前其实有机会 原本有机会来美国参加 两年前来参加美国参加那个世界杯的合唱比赛 那因为台风之故 他们的训练受了阻扰 所以他们没有来自己参加这次的比赛 把他们的声音唱给全世界的人听 两年前世界杯 两年前世界杯 你讲的是棒球的世界杯吗 没有没有 他们是世界性的合唱团的比赛 OK所以没有来程 对因为台风的台湾台风的缘故 然后他们的受训必须受到阻撓 对他们没办法说翻山越岭 然后桥这整个断掉了 我听到一点特别的地方了 合唱团就合唱团嘛 请问这个合唱团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刚刚讲翻山越岭 这个合唱团他们是来自南投山下的一个 东浦乡的一个部落的各个小学集合在一起的小朋友 那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平常 他们平常的声音 他们有非常好的声音 这个我相信 对 天生的歌喉 对 但是他们比较没有自信 加上说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自愿也比较不充足 所以他们没有机会 也没有很多的舞台 让他们可以去表现他们 所以这次原生的 所以原生的音乐学校的校长 就把这群小朋友 从各个学校召集了过来训练他们 那对 除了希望能够有一天把他们的声音唱给更多的人听 也希望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培养小朋友更多自信心 我刚刚这个不知道您看不看得到 这是一个玉山天籁 这个一个博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看到 我刚刚问了一个白痴问题 说玉山跟南投有什么关系 所以答案是我先讲 这个玉山在南投 对玉山在南投 然后刚刚那个国小是 那个小学是 小学是在玉山山下 所以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原住民 他们的这个 等于是小朋友的一个合唱团 对 他们他们现在 他其实目前号称在台湾的玉山南合唱团 所以他们每年在玉山的山顶上面 他们都会开一场 呃 原野的演唱会 山顶啊 对 在玉山山顶上 所以为了唱歌还要先登山啊 哦 对 哈哈哈 我知道还有别的丰功伟业 对不对 您刚刚在聊天当中有提到他们到这个世博 呃对 他们呃 曾经代表台湾 去呃世界博览会 上开幕现场 所以他们在 那一次的机会让他们有 有机会把他们的声音唱给全世界的 呃 国际的舞台 对 OK 那是两年前 世博我都有点忘了 中国的世博嘛 对不对 呃 上海世博 上海 在几年前 所以他们是代表台湾馆 对他们代表台湾过去参加呃 呃 开幕的现场 我是没有去世博啦 不过这个合唱团如果来到湾区 又有这么好的声音 嗯 那那也也听到了也是不错 对不对 没错 很难得的机会 他们平常训练 因为您刚刚讲物资缺乏嘛 嗯 那呃 平常训练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呃 其实他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散播在呃 不同的部落族群里面 那呃 他们只能利用呃 呃 下课呃 假日的时间跟寒暑假的时间 可以做呃 合唱团的训练 是 那他们每天必须大概四五点的 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起床 然后呃呃 呃 巴士到每一个每一个部落 分散在二十八个不同的部落 大概花了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把小朋友全部都载到呃 呃 东普国小去做一个训练 一起做一个训练的演唱 所以其实蛮辛苦的 不是像小学生的小朋友了 他们其实从八岁到十二岁 都都在 对 OK 所以这个是其他手 呃 这是小朋友平常平常的时候在练音乐的画面 OK 这个呢 这小朋友是说他们呃 他们寒暑假的时候会计数在东普国小 嗯 那他们就是因为 来来往的那个周 交通实在是很不方便 所以他们整个暑假就会 寒暑假都会计数在学校里 国小里面 那他们呃除了练唱之外 他们平常 哦这个画面很美 老师们也会给他一些呃 一般课程的一些学习 所以暑假也没有暑假 基本上就继续在 对别人在玩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样在练唱 那这个画面的话就是他们 刚才看到画面就是他们在花博的时候 穿的原住民的传统的服装 我看到那个原住民的服装 那这一次也会做同样的打扮 对他们也会穿到传统的服装来自玩曲表演 好这个这个画面就是我只看到电脑的后面 表示他们在学业 对他们平常还是要一较上学 因为马校长有希望说 小朋友除了唱歌之外 他希望他们平常的学业能够兼顾到 这个是小朋友 花花 小朋友他们在写功课 OK这表示他们暑假的辛勤的工作 嗯 他们准备了多少年 这个团成立了多久 音乐学校成立了五年 OK 然后目前他们有个原生音乐协会 在这个做一个有序的经营 你们在讲原声原声 讲的是原住民的声音是不是 这个原是那个意思 对原是那个意思 OK所以在集结等于是帮助我们这个 台湾的美好的声音能够发到全世界 对把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的声音 能够传播到全世界 OK 所以这一次这个表演是在 当然我们不能现在讲 现在讲你就转台 所以一定要坚守听到我们第三段 我才跟你讲 你怎么能够听到 当初在中国的这个世博 有呈现过的美好的声音 而且是代表我们台湾的声音 那是在一个weekend 我们第三段会跟你讲 所以你不可以换台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我们马上就回来再进入下一段 来看看他们平常训练的辛苦 Hopefully 能够放一段音乐给你们听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买卖好学区豪宅 请找豪宅达人Jackson Tsai 专进旧经商豪华公寓 中半岛豪宅 Atherton Palo Alto Los Altos 南湾Cupertino Saratoga 东湾Fremont Mission 专业有效率拥有强大的律师 及设计室内咨询团队 成为您的房产经济 是我的荣幸 买房卖房 我们推荐好学区 豪宅达人 蔡月轩 先生蔡在 请导咨询专线408-835-1918 408-835-1918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 专业快速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 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1866-988-2679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荷家欢高画质卡拉OK机 震撼上市了 荷家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三万两千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 荷家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 学歌 飙歌都开心 详情请洽北加州总代理 悠唱国际 11866-988-2679 11866-988-2679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是星期一 那先透露一下 这个活动是这个星期六 对不对 对 这个星期六 7月6号 晚上嘛 晚上6点半到那边 够了 我没有要你现在讲 我们要第三段讲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星期一呢您听了我们这个节目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赶快我第三段会给你讲 怎么报名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五张票要送你 不过现在不跟你讲 待会跟你讲 好 那这个乐团我看它蛮特别 首先是这个 我们台湾 以前不尊敬的说法 我们叫三地人 三地同胞 对在早期的时候 现在改成叫原住民同胞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大家不熟的话 我其实不是主持综艺节目 不过当初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张慧妹 对不对 阿妹就是所谓的原住民 对 声音非常的亮亮 对 所以这个和尚团里面 可能有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的张慧妹在里面 对不对 有可能 而且您说它是这个布农族 它全部的小朋友是来自于 南投线新一乡布农族的小朋友 对 然后他们的歌声 是非常的特别 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小朋友他们的唱法是跟其他的一般的都市小朋友的唱法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的非常的害怕 他们觉得他们唱错了 甚至他们觉得他们唱 他们完全跟别人非常的相依 非常不一样 他们非常没有自信 你是说 好多个和尚团团体在同时表演 对 他们第一次参加 他发现他们唱的怎么跟人家都不一样 对 没错 他不知道那才叫做特别吗 对 那个才是他们独特的地方 OK 你可不可以稍微形容一下 虽然是我们 Hopefully 背景音乐能够放给你听 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的法 歌曲不一样 曲调不一样 唱腔不一样 我很来形容说那种声音 不过那种声音 有一种声音就从心灵里面唱出来 那种声音是可以穿过很多的 你可以听出来它是不是一种知识性的唱法 他们是一种非常来自于心灵 他们想把他们的快乐唱出来 把他们的心声唱出来 那他们的 他们的 唱歌也有包含他们原住民的古老的语言 还有包含的 他们这次还准备了英文的歌曲 是 对 然后还有国语的歌曲 所以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音乐的素养在里面 我光看语言的分布就有原住民的语言 对 对不对 我当然只看到这个国语叫相亲相爱 不过看它这个应该是什么 Pakadada 我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 然后有国语的 对 应该也有客家话 因为还有客家本 OK 然后有英文的 我最熟的是We are the world 对不对 然后还有明天会更好的是国语的 所以遍布所有的曲调 对不容易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对于英文并不是那么的在行 是 对 那他们为了这次 他们为了这次能够来美国现唱 他们特地苦练了几首的英文歌 就是希望能够唱给湾区的朋友们听 其实有个插曲 您说他们本来要到AT&T 就是我们旧金山的这个AT&T 去现唱 那是什么故事啊 原本小朋友他们其实有个梦想 希望来过美国来看巨人队的棒球赛 就是他们也是他们的梦想之一 那他们更希望说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球场上面唱给更多的人听 就是在这个球赛开场之前唱给人家听 那后来怎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人报名了 那他们也很辛苦了 在短短时间之内练唱了国歌 然后把所有的英文都背起来 练唱了美国的国歌 没错没错 我虽然已经入籍美国 我还是不会唱美国国歌 人家已经会了 我还不会 很丢脸 所以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包括为了练唱国歌 还有这一次要在我们弯曲表演的也有英文歌曲在里面 没错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其实我刚才有看到这个Besher有讲 你刚才讲说他声音很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个自贴系统 他们声音很干净 没有被普通的这个都市污染 没有空气污染 没有任何污染 对不对 对我觉得主持人讲得非常的贴切 这声音它其实就是非常的纯净 被最原始的 最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烙在里面的原始的声音 没有iPad 没有iPhone 没有smartphone 没有YouTube YouTube可以让他去看人家怎么唱 对不对 来自玉山最原始的声音 就是他的祖先怎么教他唱 他就怎么唱 对他们原本就会唱 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天赋 再唱给更多人听而已 OK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星期六 希望您能够来参加 那同时我们刚刚讲过 他曾经参加这个中国的四伯 对上海的花伯的世界北晚会 他们他们去被邀请去参加开幕的演唱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 在台湾有参加比赛吗 对不对 对在台湾他们历年来得过了很多的奖 甚至还有得过金曲奖的特殊奖 金曲奖是一个台湾的音乐奖 对 是台湾非常一个很高荣耀的一个奖项 在音乐界 OK所以这个并不是没有三两三是不能跨过太平洋的 我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挺他吗 为什么 why 当然帮他们圆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没错 那我相信他们的实力也是一个你们考量的 因为台湾和尚团应该有很多嘛 对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最原始最纯真的一个美好的声音 不应该被埋没起来 我们也更希望说所有的人包含湾区所有的侨胞们都能够有机会 也可以听到这来自于善的声音 所以这整个主办单位可以说是一个算是慈善的一个行为 那包括我们待会会讲detail你买票的票钱其实都还可以做这个tax deductible 没错 因为他们的组成单位不是盈利单位 常常你们会看到有些邀请什么合唱团来 他是某某盈利单位他是要卖票要盈利的 譬如说周杰伦的演唱会 对不对 那个是要盈利 可是这一个是一个慈善团体 所以that's why 你买的票的票钱是在年底可以作为报税 那因为我做理财的嘛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空气可以deductible 什么东西可以减税 好了我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你可以减税 对而且又能够享受一个音乐的盛会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在我们这段节目结束之前 我刚刚看到有几张相片他们很辛苦的在训练 对不对 然后还有maybe我们可以来一个像刚刚一样的特写 这个是刚刚那个其他手 有一张相片是特别像是 我看到好像是高照这个云雾缭绕的就是很美的一个乡镇 那个是 哦那就是新印象的 哦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相片 对是东浦乡 东浦乡 东浦乡 对这就是小 南浦县 南浦县东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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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在玉山山下的一个一个小小镇 我先承认我连 其实我连南浦都没去过 你应该去一趟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连南头的我都没去过 更不要讲你刚刚讲 我实在很难想像 台湾还有那种 你刚刚讲为了要把28个小朋友聚在一起 他光开车就要开一两个小时才把所有人 我已经没有办法想像台湾还有这样的不方便的交通的地方 对因为那边每一个他从城市间要必须到乡这里面就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 所以当然如果说台风或下雨的时候 这通道断掉了 这桥段 条廊断掉了 那小朋友他们必须是要走路 走了大概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校去 这也是为什么你刚刚讲说之前的表演有时候因为天气的影响让他们中断 没错 所以能够这一次飞来美国 然后我们能够听到他的演唱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进一段的工商资讯 我们马上回来跟大家讲 如何你可以在这个星期六 听到这个台湾来的这个叫什么 天籁之音 是吧 成语不好又爱用成语 好 马上回来 天籁之神 马上回来 十一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生机 中程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Gaw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Gaw 以中程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不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优秀园队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听了我讲这个音乐 实在也不是个文化人 我想你也没什么感觉 不过我们现在来 马上这一段是这个中华民国国庆的一百年所谓的国庆礼战 百年礼战 礼战 那他们表演的这个当然国歌是他们唱的 再加上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那国歌这个据说类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我讲话比较直接 就是台湾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庆 这个国歌都是很 当初都是很八股的这个军乐团在唱 能够带入这个三地原住民同胞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天无古人后无来整个音乐 没错 空前觉想 空前觉想 我们听一段 马上节目就回来听了 City 谁都想念不醒 当做你眼上的泪水 随即风暗凉 再度寻找年红的翅膀 爆料出现他的迷迹 再来的神明的进化 我请你找做一段精彩的消息 雨伸 开始飘地 看上小夢夢醒 是真心的化成英雄 技術表演出水 將我的天氣擦出一雙手 讓我擁抱 讓我擁抱擔心的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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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聞著岩屍的玄 讓我擁抱擔心的臉紅 將你的天氣 connected reciclue to your daughter 讓我擁抱擔心的臉紅 心地編抗擔心的臉紅 讓你擁抱擔心的臉紅 從來從isineils的架頭 讓我們心然給天性十龍 我想大家刚刚都领略到这个天类之深 天类之深这是曾经的用错 所以呢 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在讲什么 这个百文不如一听 您自己听 我们现在切入主题了 几个重点 第一个 怎么得到这 我们得到这个赞助 五张票 一二三四五 五张票 您打电话过来 email过来 我们的电话是510-629-9088 不过电话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用email的排序 希望在萤幕上你看到 baylifeatvhsusa.com 赶快把你平板电脑先拿出来打 越快的人 我们看到谁收到就收到 如果你的这个ISP比较慢 那不干我们的事 我们按照我们收到的为止 五张票 不过其实票也不贵嘛 对不对 对票也不贵 OK 好 我们的email在这边 您赶快email过来 我们送您五张票 那我们现在请Alby来介绍一下 怎么去活动的detail 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时间是礼拜六的7月6号 晚上6点半到8点半 那我们的地点是在 San Jose的Jubilee Church OK 你大概知道那个在哪吗 location 是一个church 我们有一个网站 我看到了 然后网站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地图 105号 Notech Parkway San Jose95134 网站我们现在让您念一下好了 那我希望我们这个萤幕上也可以看到 OK 我们现在有他的活动的网站 那网站是 VoxNativaN-A-T-I-V-A-U-S-A-D-O-R-G 那上面有所有买票 上面有所有的活动的资讯 还有购票的资讯 然后甚至上面还有小朋友的一些的 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 大家都可以download下来听 download下来听 我就不去听了怎么办 当然你来听的歌曲是上面都没有的 所以你绝对要来 我是开玩笑 你知道download下来听跟听 现场根本是两回事 非常 而且在这边有很多我们华人的侨胞 你来去听一听 这个来自于台湾的深山的 这个最我所谓干净的声音 这是什么 所以时间是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第一点是在San Jose的这个一个church 对 Jewberry Church 那票分别有多少钱呢 20块的 20块 30块 40块 50块 跟80块的票 OK 你知道吗 我这个做财经的有个问题 你知道动不动都是钱 所以你刚刚跟我讲20块30块80块 我就 可是我一听到能够抵税 我马上又心动了 其实如果even最贵的80块 能够抵64块的税 8864嘛 那根本就 你本来就要交给Uncle Sam的税 所以Why not带着全家小朋友一起来听这个音乐的这个盛宴 没错 好那时间地点网站 那基本上就是网站 那有没有电话啊 如果说万一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不用电脑 没问题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你要询问购票的资讯 都欢迎来电到510-252-9226 可以转分机105 今天是星期一 这个星期六 晚上 对不对 那票是领现场的票 等他寄过来还是网路上就OK了 我们没有网路购票 所以你打电话过来之后 我们会告诉你如何锁票 OK 那网站也不是买票网站是Information 对网站是Information OK 好 那包括我们刚刚听的这个一段音乐是非常感人 那我知道他们还会到 当然比较跟湾区没有关系 他们还会继续会到洛杉矶表演 对他们7月12号还会有一场表演 那如果你有LA的朋友的话 也欢迎share这样子Information给他 实际上今天是7月1号 嗯 7月4号他们还要表演 在哪里 他们在Fremont City 在国企的游行场 他们会有一个开幕现场 所以Fremont的朋友 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一 如果Long Weekend 这个7月4号国庆日你们有出去 可以到这个Fremont的City去看 对 听他们亲 对亲自到那边听他们唱 美国国歌 然后非常感人 然后星期六我们再来买票 来听来来support这个团体 反正又做慈善事业 因为可以donate 然后你又可以抵税又可以帮助这个难得越过太平洋渡海来献唱的这么纯净的小朋友的声音 OK我们非常谢谢Albi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希望他们的演出非常顺利好不好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生活在外区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这个生活专线 还有生活的资讯对你有帮助 谢谢您 谢谢 欢迎订阅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 1.9台